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 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在海南博鳌举行 会议由中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主办 今年圆桌会议主题为 发挥乔丽深化国际合作 携手共进应对全球变局 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华商领袖 及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应对国际秩序变动挑战等分议题进行研讨交流 中国国务院乔务办公室主任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旭指出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不确定的世界 海外华商要精准识变、主动求变 于变局中发挥优势 在助力中国发展赢得更多理解认同 投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助劳海外乔社可持续发展基础等方面 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我们将深入地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要求 积极回应侨胞的诉求 在卫侨服务上多下功夫 多办实事 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合作 推动出台更多会侨变侨的政策 加强卫侨服务政策体系的建设 鼓励地方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提升依法护侨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侨商联合会荣誉会长 新加坡精英集团主席陈江和表示 海外华商应当积极发挥桥梁作用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助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的团界之路 互联互通的共赢之路 是招呼各国人民 针对全球挑战的伟大事件 只要我们海外华人 华侨和主机国 一起心联心 手牵手 同复兴 共命运 共同为一带一路发展 助力 结一个伟大事业 必然坚不可推 我相信未来四年内 一带一路建设 必将起到更大的成功 全国政协常委新华集团董事长蔡冠生表示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 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 倡导互联互通包容性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 正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动营 中国在近十年来 经济平均增长6.6% 居世界前列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平均贡献率超过30% 成为世界经济的火缺头和稳定器 令人振奋的是 中国的增长还直接带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民生改善 才是世界和平发展最需要的新方案新路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在发言中说 中国是现代化 不是要取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形式 而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了西方式现代化之外的 另外一种传统的价值创造选择 为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 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本 中国通过长大一个世纪的探索实践 找到了建立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和中国国境之上的 协定化内容方式和路径 这是对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大贡献 也为那些在追求协定化的国家和社会 提供了一个口供串考的样本 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王一周主持 圆桌会议上 九龙职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音 以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 香港豪都集团董事长土海明 澳门万国控股集团主席刘亚黄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清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曹燕玲等华商领袖 以及华侨大学副校长林鸿宇等智库专家 也先后发言 中国瓾 Employigt的广告 产 Süies 议员